MING PAO TORONTO 关注艾奥科技获取这些案例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台iPhoneX的维修案例 这台机子客人他自己有拆开了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外框已经摔得不成样了 但是屏幕却没有碎 也不知道它里面有没有损坏 主板他是自己拆出来了 同时他还寄了另外一台整机过来 他说这台机子是有锁的 他希望我把它这台修好 然后把这个主板装到这个机子里面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主板的情况 主板上面还是挺漂亮的 没有修过 这边也不错 我们测过来看一下 看这边有没有断 因为这是通病 还好没有 看到吗 这边已经掀开了 这个摔得有点重 这个已经完全掀开了 那现在我们先看一下电流吧 好我先加上电 我开下去试一下 定在30多 只有30多电流 正常来说这种电流是CPU都还没有启动的 可能是由于里面摔得太严重了 那接下来我们先把它分成 然后看一下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哇 哇 这个可是真的是大工程了 我们先放行为下面看一下 这里点掉的真的有点恐怖 这一圈全部都掉光 但这边都接地的还没什么关系 这边也是全部都掉光 看得见吗 这样应该很清楚 这边还好 然后再看一下下面这个板 你看这点全部都在这上面 非常严重 我们先用烙铁把下层的点给它脱掉 看下层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 我们可能就只需要搬上层就可以了 把这些点都脱掉 太多了 都扎在一堆了 好 切完下层以后我发现下层板还不错 所以接下来我打算先帮上层板来试一下 我们要帮的是CPU硬盘 还有逻辑码片 逻辑码片我们可以不用帮也可以写 也可以不用写 就是说如果不帮或者不写的话 就必须得刷机 那就没有资料 如果客人说还想也留着以前的资料 或者一些软件的应用的数据 那么这个逻辑码片我们必须得帮或者写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我们先拆CPU 把它的边胶给除下先 上面硅子擦掉 不知道它下面CPU有没有摔的怎么样 那我们先拆下来看一下 希望它没什么大碍 好可以了 我们拿出来下刀 好开始 那由于这个板我们是不要了 我们要保键不保板 那口子可以大一点 撞起来 整板加热就可以 从这边下刀 轻轻的往里伸伸看能不能进去 好差不多可以进一点点 轻轻的拧 别急 我们放行为下面先看一下 下面崩溃的有点多 这边皮都翘起来 这里好像有点掉点 可能是U上面掉下来的 可能在这个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确实有掉很多点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那我们先把它清干净 清了以后再看看什么情况 先放点焊油 把铁拖一下啊 用小头吧 刀头的话 路比较高 本来它已经摔得很严重 对它再温柔一点 我们稍微凉一下 然后用刷的刷干净 这里还有一个底 掉下来怎么没脱掉 再把这边胶给它轻轻弄一下 好 当我清理完以后呢 我发现CPU上面掉了那么多点里面 其中是有5个点是一定要补的 要不然它会有一些其他的功能不ok 虽然说不知道它这个CPU有没有挂掉 但是起码我们得试一试 好 接下来我们先把点给它补上 我先放大到这个位置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有1235678不等个点 那有一部分是地线 有一部分是有用的点 那不同于我们之前的A8和A9 它这个点呢 如果我们是用线去补的话 可能并没有那么好效果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外面的圈 它这个根看到吗 是外面有包一个外圈的 像这种有点的地方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外圈这个皮 给它刮掉一点 然后直接直吸 这样子它就可以直接上去了 其实可以理解为更简单一些 接下来我操作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这一颗 这个皮就可以刮掉了 上面会有一层薄薄的绝缘层 轻轻的不能太用力 刮掉了到时候就比较麻烦 我的意思是把下面的根刮掉了就麻烦 就得真的要这样薄了 好可以了 那么这些都是地线 像这个 这个 它都是地线 我们就先不管它 那这几个点有用的 我们刮出来了 这边还有一点点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样的焊盘就相当于你是补了一个线圈 然后你把西方就直吸直接直上去 它直接会粘在这个上面 这样子会比补线其实更稳定一些 因为它会有一大圈 相当于你补了一个大铜线 好可以 刷干净 还有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它下面可能会有 有根 可能会碰到底下的板线 你可以用绿油把中间给它遮一下 让吸不碰到底下 如果下面没有露出铜 不遮也是没关系的 好接下来我们先直吸 我们先把网对上 上吸 插干净 镊子 上枪 等一下 这里有个珠子 万一跑进去不好 先把它搞掉 好 OK了 量一下 拿下来 把多余的点给它刷一下 对 用这个夹了就可以 差不多了 这里有一颗珠子 我可能要留着用 这一颗 因为大家看这里有一个点好像 刚才底下有点点粘东西 打到它没上锡 所以那颗锡可能在网上 但我正好这里有颗珠子 我就直接给它了 放到这里 然后放点焊油一起给它们其他地方都归一下位 包括这个地方也有一点点歪的 放点焊油 把它放到这个里面来 OK 完美了 这个还是有点脏 底下有点脏东西 我们把它搞开 把脏东西刮了 再给它重新吹一下 应该是有一颗皮在下面 确实是 好可以了 再吹一下 可以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先把硬盘浇下来 一样先除下胶 可以了 拿出来敲 我们从这里下头 先稍微预热一下 好 看能不能进去 差不多了 别急 因为我们保键不保板 硬盘应该还好 下面板子掉点瓶没关系 好 接下来我们先止吸 碗队好 碗队好 扇吸 OK 插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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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拿一张已经清理好的主板 也就是说CPU硬盘我们已经打磨好了 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 我们直接开始装 因为客人还想保留一下资料 所以我把逻辑码片也给它先写好了 确保焊盘干净 确保焊盘干净 这里再清一下 这里再清一下 OK 先放点焊油 焊油的焦 把它搞掉 好拿出来装吧 好 好 接着装CPU 去试验 先看一下焊盘干不干净 OK 没问题 接着装CPU 上面有个小头发 撕验 把它搞掉 细节很重要 对它位置 好差不多了 行不行就看这一下了 OK 等它冷却 然后我们再夹电 看能不能开机 好 好 盖机 盖 盖 上 漂亮 0.5 要点9一点 OK 电流已经上来了 那我们把它下层 用夹具夹起来试一下 好 我们先拿个夹具 给它夹上 看看能不能正常 扣上 扣上这个触摸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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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一个测试屏 好夹电 好 我们开压机试一下 亮起来了 亮起来了 这个屏是我自己的 我没有拿它的屏测试 如果这位OK的话 我要再测下它的屏 你停用 可能是之前它摔了 要么平坏 有触摸乱跳 或者中程 没有连接好 乱跳 导致它密码数 过多次数 然后导致停用 它现在要等一分钟以后 我们才能再测试了 由于视频时长的问题 接下来可能要合成 这个操作方式 大家看我一望的视频 可能看过都很多次了 比较简单 所以我就不在这里做演示了 好 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先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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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